2021年穿越异世界到底有多难困 农民开局武器就一把出头 打怪直接削50%攻击力 队友更是坑得离谱 魔法师对着哥布林吹风 重剑是看见怪就吓得腿软 仅仅是最底层的一级怪物 也能瞬间秒杀他 开挂龙奥天 这里只有残酷的生存法则 十分钟前 男主还在班里擦黑板 没自己撞他 没跟任何人发生争执 更没有被雷劈中 一个平凡且普通的高中生 瞬间化作一道白光 男主就这么穿越了 很快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 如何在这个怪物肆虐的世界生存 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团队合作 但大家都是菜鸡 根本志望不上 想要依靠职业存活 也完全行不通 好在被怪打死之后 可以依靠存当点复活 不过复活有个硬性条件 团队中必须有人活着 一旦团灭 就会迎来真正的死亡 主神下达的三个任务 在男主和哥布林同归于尽之后 成功完成一个 还有两个主线任务 他们开始 探索地图 寻找村落 终于在黑暗笼罩前 升起篝火 点亮了方圆十里的 未知迷雾 作为队伍中唯一的男性 男主主动选择巡逻望风 等他确认周边环境安全 赶回来后 小乔只剩半个身体 而大乔 被一个十几米高的怪物 一口扯断 尸首分离 小乔已经进入复活倒计时 大乔也死了 如果他也被怪物盯上 就会真正团灭 这时候 任何蚊子在恐惧面前 都显得苍白无力 男主抄起小乔的半截身体就跑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怪物似乎吃饱了 并没有追上来 直到第二天早上 男主才发现 复活后的小乔 彻底失去了左手 因为他的左手 在怪物肚子里 武器损坏 队友残疾 唯一能撑得上 战斗力的魔法师 还被怪物吃掉了 现在当务之急 是完成第二个任务 寻找村落 男主压下心里的不安 带着小乔进村 找到村长触发第三个任务 结果 村长的任务卷轴上 画得正是吃掉大乔的怪物 主神不可能发布一个 无法完成的死局 男主冷静了一会儿 直接忽略小乔 他决定独自离开村子 用哥布林练集 他先赶到树林 触发存档点 接着用专利的木棍 解决一个哥布林 西顶肘肌 最后捅穿哥布林的喉咙 可惜有一只溜走了 男主打开系统面板 除了职业升级到了9级 其他数据没有任何变化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10级后 战斗力能突飞猛进 迈入下个阶段 突然面板闪烁 对有矿显示 小脚死了 男主慌忙看向村子 冲进的火焰开始蔓延 一旦村长死亡 任务也会宣告失败 他不敢想 任务失败后会是什么后果 等男主赶回村 到处都是破碎的土块 村里没有一个活人 他冲进村当点 读取村子最后的记忆 画面里小乔和村里 孩子的对话也越来越清晰 他眼里的废物点心 居然有心肌性心脏病 无法剧烈运动 曾经的累赘 现在也挥舞起了重剑 直到怪物出现 小乔紧急地疏散村民 甚至主动留下为村民争取时间 看着小乔 明明恐惧地要死 却挺身而出的样子 男主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偏偏这时 怪物也盯上了他 十几米高的巨人 残效力高得可怕 要死了吗 要永远沉睡在这片陌生的大陆吗 现在他满脑子就只有一个念头 逃 拼命地逃 新手任务不可能出现被死局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他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怪物弹跳后 直接跨度很大 只要在对方起跳的瞬间 改变方向 就能活下来 但人的耐力 没法更贯物比 纯粹逃跑还远远不够 要被耗死了吗 突然 先前逃掉的哥布林出现了 男主举起半截木棍 狠狠刺穿哥布林的脖子 在被怪物抓到的前一秒 时间暂停 他躲对了 紧接十几 男主获得了再次选择职业的机会 第二次抽奖 男主祈祷上天 给他来一个攻击力强的职业 最好 有把刀或者剑 可惜命运又跟他开了个玩笑 他抽中了 抄袭又职业 除尸 好在武器是把锄刀 不对 除尸的技能是看穿C级以下 魔物的体内构造 这不就是透视外光 主神没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 时间流速恢复 怪物即将落地 男主高举锄刀 对准未带 一次到底 接着 怪物的伤口 溜出了一堆恶心的淤泥 光斑闪烁 队友起死回生 有了无限复活bug 男主不再缩手缩脚 直接冲上去 配合队友轮流死掉五轮之后 怪物攻击的频率开始断崖式下跌 到了关键点 男主先钻进伤口 给怪物一击重创 接着遭受反击 瞬间死亡 大乔抓住机会 爬上怪物的身体 顶住脑袋 释放风魔法 大脑这种闭合空间 任何一点气体 都会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首战告捷 主神出现 三人联网打开职业面板 重镜室 升了四级 魔法师升了两级 除身一口气 连升五级 难怪 生活职业超稀有 原来这种职业升级速度极快 就算纯粹 用小怪堆 也能把级别练上去 作为通关报酬 男主得到了一个提问权 思考再三 男主向主神 通关十次会发生什么 谁知 主神反馈的画面 居然在地球 笼罩整片天空的魔法阵 召唤出了毁灭世界的雾龙 男主猛地惊醒 再次回到教室 屋里同样坐着一脸 呆愣的大桥小桥 他们真的有能力跟那样的存在抗服吗 穿越异世界后 现实的时间就停止流动 大桥一拍桌子 过一天是一天 他准备回去参加社团活动 接下来的日子 是破罐破摔 等着世界毁灭 还是拼命挣扎 在九死一生的异世界 背负拯救世界的重担 走在街上 男主突然接到了主神的电话 他帮男主挑好了下一个队友 如果不去接触 下次任务 团面的概率提高到百分之九十 男主一惊 跟随指引走进你厕所 两个女生正在拔双马尾的衣服 旁边还站着个女生在录像 下个队友就是双马尾 男主简单分析了一下 决定帮队友解决霸凌中 他抢走几个女孩的手机 挨个刷碎 又将几人吓跑 但获救的女孩并不感激他 当男主问他是不是遭到了霸凌 女孩吱吱吱 说自己被报复了 他在朋友直播时 说朋友是白莲花 只会对着男人装可爱 晚上就被堵在了厕所 这个新队友好像有点差 进入异世界后 大马救命恩人变态 甚至主动跟霸凌者和好 即使对方要直播拍他裸照 瞬间策反大脚小桥 鼓励男主 在随时面临死亡威胁的异世界 玩勾心斗奖 男主又成了孤狼 死人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 如果有一天你突然穿越了 你会获得什么样的特殊职业呢 手机截图或按下在明镜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